今天早上拋出了震撼彈 表示兩年多前 他的家庭成員罹患了罕見疾病 近期發現恢復不如期待 在經過幾經思考之後 決定放慢腳步 用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 因此宣布不禁選2024立委連任 這個事情是這個禮拜一才臨時發生的 那也是家人的健康因素 那這其實是已經兩年多前 就有發現有這個罕見疾病 但是定期的追蹤是這個禮拜一 那對我們家人來講 這也不是一個當初期待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最後在這個禮拜反覆的思考 那也很感謝選務的高層 黨政的高層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是非常的希望說 是不是還有轉圜的機會 那但是因為這是一個關鍵的決定 我還是必須選擇希望可以放慢角度 那有機會有時間可以多陪家人 由於事發突然 林長佐在今天之前 還沒有向在地的選民報告 因為下週民進黨就要進行初選 所以才會在這個時候公佈動向 希望讓大家盡快的部署 而其實這幾天在跟黨政以及選務高層前輩說明的過程 大家都一直反覆的勸說他要再做考慮 但如今決定離開這個崗位 他也感到很不捨 而林長佐除了強調 未來會全力幫忙補選 也推薦賴品魚 黃捷等年輕人 希望他們有機會爭取人民的支持 推進對國家的願景 絕對國家的健康 優 MATT 優方面 會有興趣的 頑一圈